有没有人曾告诉你,越是迷人的东西,越是危险而神秘 而在广袤的宇宙中,海王星就是这样的存在 它是八大行星距离太阳最远的星球 质量足足是地球的17倍,体积可容纳58个地球 因为距离太阳过于遥远,所以海王星绕太阳一圈需要165年 一个季节就相当于地球上的40年 它也只能接收到地球千分之一的阳光 常年气温低至零下218度 海王星的大气层主要由氢和氦组成 其中还含有丰富的甲烷,这便是它通体呈现蓝色的原因 这个美丽的蓝色精灵,全身散发的忧郁气质甚是迷人 船长原以为它只是个温柔的小可爱,到后来才发现非常离奇 而海王星之所以叫海王,并非只是浪德虚名 因为它拥有八大行星最惊人的破坏力 其随身携带的独门武学大黑斑,犹如乔峰的降龙18掌 是太阳系最强的气旋风暴 最高风速可达时速2400公里 比木星之眼大红斑更加恐怖 纵观目前的整个太阳系,也找不到其他力量能与大黑斑匹敌 海王星的内部压力极大,是地球大气压的800倍 并伴随超过5000度的高温,或使碳氢化合物进行分离 将其压缩成钻石晶体洒落一地 按照目前人类的认知 海王星高温高压和巨型风暴的恶劣环境 是生命的绝对禁区,足以摧毁一切生命的可能 那么你认为海王星上是否会有这种可能吗